大家好 善良的农村赵阿姨借给乞丐一万块钱去看病 可谁知道第二天乞丐夫妻两个离开了医院不见踪影了 大家都以为是骗子 可是谁曾想到一个月以后赵阿姨去收到一个快递 打开一看就惊闹了赵阿姨一家人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感人的故事吧 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三秒 帮忙助力一下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赵阿姨在村里面是个出了名的菩萨心肠 但凡谁家需要帮忙的话都能看见她的身影 她有两个孩子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 而且都在城里边买房了 刚开始的时候儿子就想把赵阿姨和她老伴接到城里来住 可是二老都觉得在农村更适合他们 毕竟在农村已经待了几十年了 突然要去城里的话肯定会不习惯的 因为在农村自己可以种点瓜果蔬菜 感觉也没有那么累 如果说在城里边的话 一天吃完饭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就会感觉闲得慌 有一天赵阿姨的老伴就得了心梗 毫无征兆的去世了 走的时候也就七十多岁吧 赵阿姨也活了有几十年了 其实他早已经看淡了这个生死 老伴去世之后 他依旧跟平常一样生活 但儿子就怕他一个人在家孤单 就想把他接到城里边和自己住 儿子就说呀 现在呢他一个人 老人家在家里边不放心 这个阿姨呢就说呀 说他想给老伴呀守校三年 很快呀这个三年就到了 这一天呢 儿子呀回到老家 把这个赵阿姨呀 接到城里跟自己去住了 到城里以后呢 赵阿姨就把自己攒了一万块钱啊 就给儿子 但是儿子呀说什么都不要 就说呀说 这些是你自己攒的挺辛苦的 你呀自己留着吧 想怎么用怎么用 所以赵阿姨呀 就是自己放了这个钱了 赵阿姨虽然说年纪大了哈 但是记性啊很好的 头脑很清醒 别看他七十多岁了 但是记忆力呀 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差呢 没几天呢 他就一个人呀出去溜弯了 有一天他刚走到这个最热闹 最繁华的地方啊 就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 在向路人伸手要钱 众人呀 看见乞丐要钱啊 都是避之不及的 但是只有赵阿姨呀 还是往前走 因为在农村呀 真的是很少见到 就是有人乞讨这个事的 在农村呀 几乎是没有的 而在城里面呀 就很多了 有的这个乞丐呀 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才去乞讨的 但是有的人呢 就把这个呀 当做这个 他的职业来干了 刚开始的时候呀 人家也是出于善良嘛 一块两块的给他们 后来呀 慢慢的就没有人给了 而赵阿姨呢 也是刚刚来城里面哈 看到就是说 有人乞讨嘛 然后他瞬间呀 这个爱心呀 就泛滥了 他就寻思着啊 这个乞丐看起来啊 七十多岁了 也并不像 其他乞丐那样啊 他是一身蓝绿的 就是穿着这个 一身补丁的衣服 而且他的衣服呀 还算是比较整洁的 边想呢 就上去询问 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 谁知道刚走过去呀 那个乞丐呀 伸手向他要钱 他呢 有些怀疑啊 小心翼翼的问道 你要多少呢 但是乞丐啊 就说要一万块钱 这阿姨呢 顿时吓了一跳哈 又追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这个乞丐呢 便指了指 一旁躺在地上的 这个老太太哈 就说 我们两个人呢 本来要来城里捡破烂的 谁知道啊 这个老伴呀 半路啊 生病了 然后呢 我们也无儿无女的 没有钱 然后就只能在这里乞讨了 要些钱呢 给老伴治病 那赵阿姨呢 还是不愿意相信哈 因为他儿子呀 给他交代过很多次 说在城里边啊 这个骗子比较多 说在城里边 这个要提防这一点 所以说呢 赵阿姨呀 就想 毕竟这个钱呢 不是小数目啊 怕自己啊 被骗了 于是呢 他就试探的说 那既然病了 我帮你送到医院里 然后呢 出钱 给你老伴治病 这个乞丐听了这话以后呀 感激的握住赵阿姨的手 连声说呀 谢谢 谢谢 说了好几遍 还好啊 这个赵阿姨呀 他会拨打电话 他就打了这个120 没过多久啊 这个120急救车呀 就把他们送到医院了 这个医生询问之后呢 就是要做一些检查哈 又因为这个病人比较多嘛 所以说这个检查呀 就要放到晚上了 就让他们呀 先办这个住院手续 这样的话 他们呀 有一个住所 而且这个病情啊 也比较复杂 要检查结果 出来之后才知道的 那么医生就说啊 让家属呢 去办这个手续 听了这个话之后呢 这个乞丐啊 掏掏口袋 也就有十几块钱 这个赵阿姨得知 这个乞丐老伴呢 得了之 真的是得了这个重病 心中呢 很同情哈 回到家里面呀 就把自己呢 一万块钱呀 就给这个乞丐 让他交钱了 这个 那这个乞丐呀 就非常感动啊 就是眼泪呀 哗哗的滞流 乞丐老伴呢 安置好了以后啊 赵阿姨就回家了 可是老乞丐呀 说什么就不让他走 非要让他留下 这个地址和名字 说等着以后有钱了呀 要还给这个赵阿姨 在这个乞丐的强烈要求下 因为自己不认识这个路嘛 不知道哪条路叫什么名字 然后这个字啊 也不太会写 但是乞丐呢 还是不让他走 这个老乞丐呢 就在那里想办法哈 这个时候呢 赵阿姨呀 就是看他非常着急 他就突然想起来了 他儿子呀 给过他一个牌子 挂在他这个脖子上面 好像是有名字和地址的 还有这个儿子的电话 那么他的儿子呢 想的呀 真是周到啊 就是害怕这个赵阿姨 万一走丢了 是不是 然后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 这个乞丐呢 就请这个护士啊 帮他把这个赵阿姨的名字 和地址呢 抄下来 第二天傍晚呀 赵阿姨忙完 家里边的活 就把这个熬好的粥啊 带到医院 打算呢 看望一下 这个老乞丐和他老伴 可谁知道 一进病房啊 连人影都没有了 找到护士一位呀 才知道两个人呀 一大早就出院了 听到这些话呀 赵阿姨呀 非常的失落 垂头丧气的 便回到家里面了 这个儿子一看呀 母亲这个脸色不太对劲啊 就忍不住的询问 就说怎么了 赵阿姨呢 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呀 就是告诉了儿子 儿子一听啊 当场就说呀 阿姨呀 你被骗了 这么大年纪了 是不是啊 他们这么大年纪了 匆匆忙忙能去哪里呢 这肯定啊 就是骗子 赵阿姨听这个话呀 也觉得有道理哈 只怪自己呀 太心善了 没一会儿呀 儿子又说道 没事儿嘛 钱没了就没了吧 你也别太伤心了 这年头啊 骗子多了 下次啊 咱就别那么善良了就行了 别回头啊 再把您老给欺病了 那可就划不来了 赵阿姨呢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一个人在床头啊 闷闷不乐 本以为这件事情啊 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谁知道啊 过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吧 赵阿姨的儿子呀 收到一个没有姓名的快递 这个收件人呢 就是赵阿姨的名字 他思来想去啊 也不知道是谁给自己寄的东西 可是快递上写的名字和地址啊 都是对的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快递啊 是乞丐夫妻两个人寄来的 这里边呀 有一个手镯 还有一封信 信上写的呀 是好心的大姐 真的感谢你 请原谅我们的不辞而别 检查结果出来了 说我老伴的病啊 还是比较乐观的 住几天院呀 打点点滴啊 就好了 但是我老伴呢 不舍得花钱 非要说呀 回老家治病 就算死呢 也要死在老家 我们呢 这才匆匆的离开了 真的是特别感谢您的帮助 我们呢 也无以回报 家里边呀 也没有什么值钱东西 这个手镯呢 是我们家里边呀 祖传下来的古董 我知道啊 你们城里人呀 就喜欢收藏这些古董 所以呀 我希望你能收下 那么阿姨看了一下 这个手镯啊 确实挺像这个老物件的 一旁的儿子啊 就说了 说要不然我们拿去这个古玩店 给人看看吗 这阿姨就说 那好吧 你去吧 于是这阿姨的儿子呀 就带着这个手镯啊 骑着车出去了 大概过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吧 儿子呀 打电话回来 兴奋的说呀 这古玩店的老板 鉴定出来了 这个手镯呀 确实是古董 价值50万元呢 这阿姨没有说什么 只是让儿子呀 赶紧把东西带回来 到家以后呢 儿子就动了说呀 咱们家呀 可要发了哈 一万块钱呀 花了50万呢 可是赵阿姨呀 却没有表现出 一点点的开心 反而严肃的对儿子说呀 你赶紧把这东西 给人家寄回去 人家家里边呀 已经很不容易了 咱不能捡这个便宜 儿子听了这些话呀 心里边深深的 佩服自己的母亲 并且说啊 您的品德呀 真的是太高尚了 真的是善有善报啊 那么大家觉得 赵阿姨的行为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呢 大家对于成理乞讨的人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就欢迎大家呀 在视频的下方呀 给我留言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